6号大楼的停车场 确切的位置是这样子 这个出口的地方 有瓦斯漏气的情况 所以你看到这个消防队员 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赶快的洒水降温 同时已经封接 在现场可以拉起了这个封锁线 要进一步警戒 那么你可以发现说 其实在地震大概结束半小时之后吧 这个是当地的店家 说大概6点25分的时候不对劲了 就开始闻到瓦斯的味道了 所以社区警卫反应很快 立刻打电话通报 但是因为清晨的时候 这个瓦斯公司还没有上班 没有人员可以处理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了 就是瓦斯公司的 电热气公司的人员 已经到场协助了 同时消防人员是拉起了封锁线 在附近封路撒水戒备当中 目前都在处理了